为了让新港的学生有机会可以接受都完的运动 来提升运动兴趣 新港体育会和新港国中合作 开设每期十来的礼拜的运动训练压堆 讨论哪求、有求、有度和乐乐棒在四行的运动 待会用良好的运动习惯 为了提供新港的学生可以接受都完运动的机会 新港体育会再度和新港国中合作 反例乐活运动训练压堆 维基十来礼拜课定组压堆安排 乌母球、那球、流德和乐乐棒球组压堆四种运动 雨球、篮球、柔道以及乐乐棒 那是非常的特别 尤其是乐乐棒 我们是邀请升东国小的教练来担任 那新港国中乐活运动营呢 今年是第二届 希望我们的同学呢 除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课程之外 能够在礼拜六拥有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我们所有的选手参加的学员 能够在这几项的运动里面 透过这十六周四个月 能够促进自己的球技精湛 然后促进自己的身心发展 体育科可以接受到各种旅行的运动 但是时间都没等 为了规划核心对运动的运动 因此台北安排四个月的课程 让童子可以好好享受运动 让我们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还有我们一般的同学 可以融合在一个课堂里面 一起教学上课互动 这个是非常有助于他们在身心健全的发展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深港体育会的理事长 跟总干事大力的支持 一直鼓励我们往常态性课程去发展 那也成为我们深港国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特色 热火运动赢队 除了安排的专业的高人积德伊华 也会安排好好救队的运动员 来等人不少做手 透过赢队的新闻的活动 也能来背用核心的领导领域 在中华新闻也会有 先讲彩虹报道 先讲彩虹报道